觉得对大家很抱歉 面对长庚急诊医师集体请辞 王瑞慧亲上火线慎重道歉 事隔近三个月后 现在连长庚创业元老张昭雄也含泪请辞 白纸黑字的请辞信透出张昭雄心酸 里头写上身为医者核心价值 还有医院治理理念与董事长期待相差太远 向王瑞慧请辞所有职务 震惊长庚医院董事会 虽然说会全力未留张昭雄 但有报道指出请辞消息传开后 似乎让李宝珠决定不再继续袒护女儿王瑞慧 总是有话直说的王瑞慧 21年前进入长庚医院体系 直到去年接任董事长 用企业管理制度来管理医院 却造成一时反弹 王瑞慧面对长庚医院动作频频 不但用提名委员机制替换监委 也把原本所属的幕僚单位 拉高位阶与决策委员平行 被批根本是变相扩全 引发元老董作众怒 再加上近来各大医院被碰 沦为财团的小金库 王瑞慧在这时所做出的人事业动 更不免让人做出原想 接下来台北中午报道